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以色列部队近来在加萨走廊 执行地面攻势 造成当地巴勒斯坦民众进一步死伤 陷入人道危机 离合国救济工作署表示 加萨通报的死亡人数中 有66%是儿童和妇女 以色列近日挥军进入加萨走廊北部 地面部队目标清剿巴勒斯坦 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 和营州遭到哈马斯绑架的两百多名人职 却也连带造成更多巴勒斯坦民自杀 加萨走廊卫生部门宣称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造成当地超过8300人死亡 66% of whom are said to be women and children More than 1.4 million people are internally displaced in Gaza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women and men are crammed into overcrowded shelters and hospitals Many of these people have moved south in search of safety 另外根据非营利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初步调查 自从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双方爆发冲突以来 已有31名记者在以巴地区丧命 加萨走廊在以色列封锁下 人道援助物资只能经由和埃及接壤的拉法关卡进入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听表示 目前为止有117辆卡车或准进入 相关人士则评估每天100辆卡车的物资 才能满足加萨最基本需求 至于医疗、饮水和卫生设备运转所需的燃油 仍遭到以色列禁止载运 中央社综合报导 世界银行日前发出警告 随着厄乌战争持续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若进一步升级 将造成石油供应短缺 国际油价最坏的情况 可能飙升超过每桶150美元 世界银行日前就以巴冲突前景 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做出三种程度预测 外媒报道 这些情境是基于历史经验所做评估 第一种情况是轻微 类似于2011年利比亚战争期间 全球原油供应日产量减少50万到200万桶 所带来的影响 预估今年第四季油价 可能升至每桶93美元到102美元之间 第二种情况是中度混乱 类似2003年伊拉克战争 石油供应量每天减少300到500万桶 从而将油价推升到每桶109到121美元之间 最后一种是高度混乱 阿拉伯石油在1973年实施禁运 全球石油供应每天减少600万到800万桶 这将使得油价涨幅高达75% 世界银行表示 如果以巴战争达到最严重时 油价将超过每桶150美元 虽然世界银行评估认为 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对原物料市场的影响仍有限 不过官员警告油价持续上涨意味着食品价格上涨 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宗物品价格已经因为恶物战争而上涨 如果以巴冲突持续升级 大幅刺激油价 恐将进一步推升食品价格 庄社综合报导 仅邻越南首都河内市的永福省近来发展快速 人均所得提高 但依旧有近万户的贫困家庭需要援助 越南台商近年开始任养学子颁发奖学金 最近也敢在入冬前送暖 仿视这些任养学生的家庭 车子行驶在泥泞道路 穿过颠簸小径 来到越南永福省的偏乡一处贫困家庭 就读高一的度假显不多化 羞涩地待在母亲身旁 因为父亲车祸过世 家境困难 接受了越南台商的任养计划 任养是需要经过一些村业的单位 来做一个认证跟拜访 那这些家庭呢 其实说实在的相当贫困需要帮助 在每年的中秋节过后 在入冬之前 这些学生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会筛选名单 我们会按照这些名单 去拜访他们家庭 给他们一定的一个助学的金额 或者是奖学金 另一名接受任养的阮氏怀秋 就读国医 父亲也因为车祸过世 家中还有一个妹妹 和九个月大的弟弟 一家四口就靠着母亲 在鞋场上班的薪水过日子 他也是接受越南台商 任养计划其中一位学子 这些是一个意义 这些意义 rất大 对于孩子们 让他们有动力 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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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福省儿童保护基金会表示 永福省仅邻首都和内市 近年来发展快速 人均所得也提高 但当地贫穷 和准贫穷家庭人数 仍有近万 生长儿童超过三千名 孤儿超过一百名 相当感谢台商的帮助 儿童救助基金会 也会持续援助 中央世界陈嘉伦 永福省报道 美国科技巨博META 日前宣布 为了配合欧盟规范 11月起提供欧洲 脸书和IG的使用者 付费免除广告的订购方案 用户不会被定向广告追踪 然而维护隐私权的人士 却警告 他们会对这类费用 提出法律挑战 外媒报道 美国科技公司META表示 脸书和IG的欧洲用户 11月起可选择购买 无广告的订阅服务 网络版平台使用者 每月付费9.99欧元 约新台币343元 手机平台使用者 月付12.99欧元 约新台币446元 付费订户将不会被定向广告追踪 当然用户也可以选择 免费但有广告的平台 由于欧盟规范线 所META在未经使用者同意下 投放个人化广告的能力 这对META丰富的广告收入 带来风险 如今META提供使用者两种选项 一种是免费但有广告的方案 另一种是零广告的付费方案 即便使用者可能倾向选择前者 META的广告业务不会受到影响 同时也不违反欧盟规范 不过网路隐私权捍卫人士则抨击 这种只针对付费用户结束追踪的做法 他们认为这种因用户行为而产生的费用 能否被视为一种自由选择 这才是问题 接下来将由欧盟成员国决定线上平台业者 是否有权提供这样的二元选择 将成为欧盟法律挑战的重点 中央社综合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